表现也很棒的还有中华职棒兄弟上的外野手简复制 本季演出了大惊奇 无论在打击或者是守备都有亮丽的表现 这也让他从二军拼到了一军先发的机会 简复制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家人 也希望自己可以健康出赛拼完一整集 兄弟向简复制 生涯的守轰和第二轰不可思议的出现在4月21号 向远大振的连续两个大棋 也轰出他令人惊奇的职棒四年级 奋力击出每一球 宣示简复制想紧紧抓住先发机会的决心 过去三年他的成绩并不出色 多半待在二军 索性去年冯盛贤教练的一席话 让他找回打球的初衷 不只为了理想也为了亲爱的家人 因为家里惊奇不是说好 对啊 就想说 而且我又是长子 想要让家里过好一点这样子 然后就自己想一想 如果我放弃了 那我以后出去要做什么 背负这样的使命感 简复制用每天12小时的练习 争取上一军的机会 也终于得到回报 复制频频上演美技首辈 安打数也即将超越前三年的总和 他的努力大家都看见了 曹总现场亨也特别赞赏简复制的打击POWER 期免他精益求精才能维持高档表现 出赛机会多你消耗的体能就多 那相对的对敌人 你的对手对你的了解程度就会比较多 所以你更让大家知道你的实力 但你把你自己的缺点也会曝露出来 简复制希望自己能健康打完一整季 找出亮丽的成绩单成为台东故乡最璀璨的光芒 有点TT 吴嘉佑李爱纯 桃园报导